相对左手右手的纹路和掌形都是略胜一筹 左手先天右手后天 说明后天的运势要强一点 首先从掌形来看 右手的掌丘逐渐起势 三宫饱满 后天的人生渐入家境 尤其是左手虎口火星丘 有些奥陷 早年做事缺乏勇气 做事缩手缩脚 也缺乏自信 相对来讲 右手后天的火星丘比较饱满 随着年纪的增长 经验的积累 做事越来越有自信 能力也越来越强 纹路来看也是如此 左手的事业线比较模糊 职场迷茫 不知道方向 事业心也不强 右手的事业线冲破天文 事业心强 事业格局不小 财运也会随之好转 特别是右手食指训工 财位比较饱满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左手先天要好过右手 左手生命线深刻清晰 少杂文干扰 并且不浅淡 体质加精力充沛 相对来讲 右手的生命线比较浅淡 似乎生命力在减弱 没有年轻时候那种活力和冲进 特别是右手 事业线在中期出现断开 脑线也同期出现断开 事业受挫 身心疲惫 心态受到影响 注意忙碌事业打拼的时候 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比较长 整体来讲是一个偏保守 传统谨慎的人 那么右手 生命线内侧也见贵人文 事业不顺的时候 与瓶颈的时候 多和父母家人沟通 排解一些心结